俄乌战事也持续 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夜击落53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 而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 乌方袭击了俄罗斯一座空军基地 至少6架俄方的战机被毁 另有8架战机受损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 基辅独立报 路透社等多家媒体 引述消息人士指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与军方开展联合行动 于4号深夜到5号凌晨 对俄罗斯位于罗斯托夫州的 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实施了袭击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可以见到 防空武器不断向空中射击 密集火力在夜空中交织成一片 远处有爆炸的红光冒出 卫星图像显示 预悉当晚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里 停住有至少30架战机 当中包括苏-24 苏-34等战斗轰炸机 消息人士称 俄军至少有6架战机被毁 另有8架战机受损 袭击还造成俄军人员伤亡 俄罗斯国防部5号早些时候就表示 乌克兰在过去一晚对俄罗斯境内发动无人机袭击 俄防空系统在俄罗斯5个地区击落53架乌克兰无人机 其中44架在罗斯托夫州击落 另外 罗斯托夫州州长称 一架坠落在空军基地附近的无人机 所携带的弹药发生爆炸 有8名在现场进行调查的人员受伤 在乌克兰东部战场 俄媒引述俄控顿涅茨克地区官员制 俄军已抵达恰索夫亚尔郊区 俄军阵地距离恰索夫亚尔城仅约半公里 城内的乌军已构筑严密防御攻势 并不有地雷 因此俄军推进很谨慎 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尼 日前与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罕见通话 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5号对此表示 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战争 但外界与俄罗斯的对话通道 必须保持开放畅通 早前 法国总统马克龙暗示 不排除西方国家向乌克兰出兵可能性 相关表态引起意大利不满 克罗塞托当时就称 法国不能代表北约发言 北约介入冲突只会导致乌克兰局势升级 破坏外交斡旋机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